上次第一次上课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 基本上就是用ChallgyP做一些程式的产生 那假如你是一个完全没有写程式经验的人 我觉得也可以快速的切入Python 那当然以前的学习方式就是 你要记非常多的一些规则还有语法 但是我觉得ChallgyP最大的帮助 就是这些你还是需要知道 但是你可以不需要像以往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把它全部背下来 因为以往说真的 你要自己写一个程式的话 最容易发生就是写错程式有bug 那有bug的话变成说 你一定的就是完全要100分的状态 你才会把程式执行正确 那这样的话呢 说真的很多人光学了半天 其实挫折感会蛮大 什么样的写都会有错误 所以如果你通过ChallgyPT的话很简单 你只要把问题丢给他 他程式是帮你产生的 那你可以开始RUN 那RUN的过程你只要看懂程式到底写什么 所以我觉得学习的重点应该是如何跟ChallgyP沟通 然后怎么学习问一些问题是他看得懂的之外 另外的话就是说他得到的这个程式 你要能够知道说怎么贴 贴上之后得够RUN RUN的话如果有错误的话 其实也可以什么 可以做debug 那当然debug很简单 你就直接把程式贴到HallgyP上面 他其实跟问他说 请问一下这程式哪里有错 或者请帮我除错 他也会帮你找出错误了 所以我觉得以往写程式人最多的挫折感 在在刚开始学这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ChallgyP真的可以帮你把它避开 那再来就是说 少礼拜好像提到 因为我们这课程会关系到Excel 所以Excel里面的话一些基本的架构 我是建议如果你假设不会VBA的话 也可以顺便学一下 那VBA上次我跟各位讲过了 ChallgyP另外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帮你转换程式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你会一个 但至少前提你就是要一个 你不要说一个都不会写 如果你有你会一个的话 你要产生得到另外一个程式的话 很简单 请帮我转换成那个程式的名称的话 他真的是跨速可以帮你把程式转换出来 那你说会不会百分之百正确 那一定还是会有一点点小错误 如果没关系 反正有错误你就请他帮他debug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克服的 而且目前的话3.5的版本 虽然还没有很完美 可是后续的版本应该会更完美 那这样的话以后我是觉得 以这样的趋势来看 那以后说真的 写程式的人 慢慢会换个方式写程式的 工程师说真的 也不用那么累了 反正你只要有AI 有CalliePT 真的就可以帮你 产生你需要的程式 然后你只要做一些 什么简单的修改一下 我觉得其实就足够解决你眼前的问题了 OK 那当然呢 我们后面的话会跟那个椅子有做衔接 也会用到Trial View 产生 那我是建议啦 回去的话记得就是还是要多练习 那练习的重点呢 慢慢可以把它强调之问题如何解决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主要针对几个问题 像那个BMI的计算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是自己写 我们是请那个CalliePT 而且不用讲那些 像BMI这个关键字 我连解释都没解释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比较一般性的一些名词的话 他其实他会知道 但是我试过有一些专有名词的缩写 他不见得都知道 所以如果假设他不知道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在下面稍微补充一下 他就懂了 我觉得远远 CalliePT 比我想象的 原来想象的还要聪明 我以前以为说 他冲席量就是一个玩具 但是我发现 这个不是玩具 这个甚至 比我想象的 还要更聪明非常多 而且甚至他写程式的功力 说真的 有的时候甚至还超过一些很资深的工程师 因为有些写出来的东西 我本来想说他应该会写的 不是很漂亮的一个 很油画过的程式 也就没想到他写出来的程式 大部分我都会给他还蛮高的评价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去使用他产生的程式 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所以我们写了几个程式 像BMI的计算 还有计算1到99的加总 有两个版本 用FOR回圈跟用FY回圈 我发现他其实都写的还蛮好的 我以前想说我只要半天 奇怪一下帮我写出来 我真的省掉很多力气 另外的话写就有什么法表 其实看起来很复杂 但其实两个回圈就搞定了 程式其实非常少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 因为我觉得学程式的人最容易遇到问题 就不了解回圈 回圈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你们能够跨过 那个回圈的这个坎 我觉得对你们将来在学程式 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OK 那一般的话一个回圈 你可以想如果就Excel的资料来看的话 如果你会一个回圈的话 就可以处理一个栏位 比如说Excel里面的架构一定是 从上到下 那就是一个栏 那栏的话从A开始 A栏 B栏 C栏 D栏 这个叫栏 纵向是栏哦 那横向的话是列 所以如果你假设一个回圈的话 就是可以处理一个栏位 比如说A栏 从A栏的1 2 3 4 5 6 7 那回圈的话 假设比如说有99 那就1到99 那就帮你把1到99的资料做处理 比如加总的话就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假设有很多栏 比如说有A B C D一直到F 6栏好了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的话 A其实你可以转换成数字 D栏 A就是第一栏 1到F的话是第六 所以等于是说 一般呢我们就是会 要需要两个回圈 那一个回圈决定列 一个回圈决定栏 其实跟99的概念蛮接近的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我们外圈是for i 有没有 内圈是for j 那理论上for i的话呢 我的习惯 我个人习惯 i的话会用来代替列 i的话是第几列 所以它从1到9 那就1到9列 J的话呢 就是1到9栏 所以我们还记得吧 我们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然后range 括弧就是从 我们从1开始 所以1到10 对不对 那底下的话一定也是for j in range 也是1到10 那这样产生的话就刚好1到9 那i的话是从上到1到9 J的话是1到9 那就会形成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跟未来我们在使用Excel概念很接近 因为Excel本身也是一个表格 因为在Excel里面你看到的那个四算表 实际上呢 就是将来我们要放资料的地方 那怎么样先知道说应该放哪里 这个其实就会是一个需要注意的 那上礼拜还有一个猜数字游戏 OK 这猜数字游戏延伸还蛮多的 但这个可以做很多游戏 OK 那你要写什么程式不会的 其实你们也可以不妨试试看 所以我会觉得说 假设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利用Chall TV帮你写出 你想要写的那种猜数字的游戏 OK 怎么写不会没关系 反正就是练 你跟那个Chall TV多相处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本来很复杂的程式 你也可以写得出来 我觉得你应该会承认有成就感 好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去来看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 再看